大家好,我是阿啾 在我国小的时候 有一个青梅竹马 他叫做麦斯 我们常常都会玩在一起 不管是上课还是放学之后 他甚至天天都会来我家跟我一起玩 一开始我跟麦斯的感情很好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但上了国中之后 麦斯开始有了异状 他开始慢慢跟我疏远 开始跟班上成绩好的同学靠拢 口中甚至还开始说出我听不懂的话 我们渐渐没有了话题 有一天,我终于提起勇气 麦斯,等等 为什么,为什么你变了 我们以前不是都很要好吗 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难道没办法回到重新那样子吗 已经来不及了 是你自己不够努力 什么努力 我要努力什么 你说清楚啊 那我问你 一元二次方程式一半是 是什么 我 不知道 没错 这就是我跟Math相识的过程 打他 没错 数学在我的人生路程之中 就是一个跨不过去的坎 小时候还在加减乘除的时候 每次解完一道题目都会很有成就感 你在做功课哦 输出来考考你 五乘二等于多少 行 那八加二十八呢 三十六 哇,好厉害哦 那七三六乘三千九百一十七呢 没错 那个还只有四则运算的年代 是我跟数学处得最好的时期 自从升上国中之后 我跟数学之间的良好的氛围 突然闯进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人物 X Y 线AB 脚珠C 一元二次方程式 八九 你解啊 我看我头 有什么毛病 因为这些奇怪的符号 跟来自外星的语言 让我跟数学渐行渐远 甚至直接切断联系 诶,我以前都会一直以为 四九是三十六 我跟你一样 那到底是多少 是三十二 可是我觉得四九就是要配三十六 你不觉得吗 对啊,很押韵啊 就四九三十六就很顺啊 怎么四九三十二就卡住了 八九四也三十六啊 对啊 八四才三十二啊 哦 哦,四八三十二 诶,八四三十二也很顺 诶,八四三十二也很顺 哦,等一下 等一下,四九百是三十六啊 对啊 哦 哦 所以你刚刚不是 过一道具就没有啊 我要关直播了 而今天 就要来跟各位分享 我跟数学的 爱恨情仇史 五课事件 从国中开始 我的数学开始越来越烂 我自认为我是文足脑 我很喜欢写作文 看小说 学习语言 常阳在文字的世界之中 但是只要看到数学 就会直接偶突 没那么夸张好吗 所以只要看到数学很厉害的人 就会把他们像神一样崇拜 这题到底要怎么夹 我看不懂 这题又不难 先把两次分解 然后x加2-6 把关号拆解 两个相乘 会变成3x加3加2x-8 所以x等于1或3分之2 取我 没错 数学很厉害的人在解题的时候 在密密麻麻的文字叙述之中 会马上知道要代入哪一个公式 然后瞬间知道要怎么相乘相除 最后再进行验算 对于数学脑的人来说 x跟y 就以他们的掌中玩物 可恶的数学脑 什么画面 但身为文族脑 遇到需要代入公式的数学题时 哼 是这种提醒啊 现在c 没错 我们的脑中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有一块对于逻辑运算的部分 不知道何时 被谁给偷走了 谁 所以我国中开始数学 开始变得奇差无比 一开始想说为了补救我 那日渐崩坏的数学 请妈妈报名了数学补习班 一开始还算有奇色 但是在这之间 出现了扰乱我心思的大魔王 方程式之类的吗 网路游戏 什么鬼 没错 我沉迷于网路游戏 甚至只要游戏有更新 就会想要想理由翘课的程度 不是阿周 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烧了 关于这一段故事可以收看 小时候离谱装病事件 当时因为有好几次 撬掉补习班没去上 所以补习班老师都会 请我们在周末的时候 去补习班看录影补课 当时我们补课 是一个人在电脑前面看重播 然后也没什么人会管你 结束之后跟老师报告一声 就可以离开 好无聊哦 今天周末耶 好想要出团练功哦 还要在这边待两个小时 这可不可以快转啊 诶 进度条 原来 这个不是老师那边公布的影片 是可以自己操作的吗 那我不就可以 一平方得于A平方之 来我们看下一题啊 黑板上的公式大家抄起来 看来 我发现这个世界的bug了呢 什么鬼 还不要太招有 先把没有意义的断点跳过就好 这样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OK 看完了 足足提早了二十分钟结束 老师我看完了 我先回去咯 好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可以问老师哦 好 耶 结果到后面 开始变本加厉 今天游戏有活动要解 先跳过这一段好咯 今天有出新职业 提早三十分钟结束好了 啊 今天游戏大改版耶 老师我看完了 我先回去咯 哦 好 等等 老师出一个议题 算完你再离开 看你有没有把这礼拜的课吸收进去 好啊 好啊 好个屁啊 整个人跳过啦 为什么今天那么心情来潮啦 X平方加11X加24等于0 呃 这一题就是刚刚在影片中有出现的题目哦 呃 如果你刚刚有认真看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要怎么解吧 呃 嗯 怎么了 做答 老师 可以给我四个学校吗 结果我当天又被留下来看完所有重播内容 也因为我数学奇差无比 到后期就算抢救了一下 当年机测数学满分60分 我也只拿了30分 而且当时我猜C的题目 全部都错 说好的预示不决就是C呢 谁跟你说好 但因为国文跟英文都拿了满分 还是顺利考试了想读的高中 但殊不知高中的数学更加猖狂可怕 数学考卷 事件 上了高中之后 数学简直像课药一样 一大堆符号跟公式直接大爆走 整个科目直接失序 你的头脑才失序 我们高中有一个制度 就是当月段考如果考太差 就要放学之后留下来重补修 完了 母物理要重补修 我英文要重补修 哼 我数学物理化学地科都要重补修 天哪 好厉害哦 厉害个屁 在高中我的数学已经呈现一种半放弃的状态 但是直到一次段考 才真正感知到了 我的数学真的差到无极限 现在发这一次段考的考卷哦 许燕铭100分 赵雅筑94分 吴雅廷87分 这一次的数学真的很难 他们也太强了吧 我连选择题几乎都是用猜的耶 刘阿娇 是 0分 蛤 0分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吧 你自己好像回去反省 到底平常有没有在专心听课 老师对你很失望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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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计划 不可能会有环节出错的 应该是别的事吧 呃 怎么了妈妈 你这一次断考数学 考几分 死了 一切都结束了 但是为什么妈妈会知道 难道阿军出卖我吗 不可能吧 我都给他新传说月卡了耶 老师刚刚打过来 关心你的数学成绩 听过 你考虑分 再见了 南投 再见了 世界 接下来的记忆在我脑中 已经一片模糊 只知道我跪在地上 跪了快三个小时 直接变成 南投贵公子 すいません 什么贵 在那之后 我超级认真的在原读数学 也感谢当时的数学老师 不离不弃地教导我这个数学白痴 他用浅显易懂的方式 让我慢慢学会了要怎么解题 在老师的帮助之下 我最后统测数学考了84分 不可能吧 谢谢老师 谢谢你 你很努力了 之后上大学也要继续加油算数学哦 哦 我大学没有数学课了 蛤 没错 我会选日文系的原因 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因为 再也没有数学课了 只有搞到最后还是放弃啦 没错 虽然我放弃了数学 但因为数学 让我的人生经历了一场精彩的起伏 再见了 麦斯 谢谢你给了我难忘的回忆 而就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是什么 上底加下底成一高主义二 南投叶大雄 你也有考过零分的经验吗 欢迎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 你如何研读数学的吧 你这一次数 啊 你这一次数 啊 乖 是断考数学啦 不是数学断考啦 你这一次 断考数学考几分 你这一次断考数学考几分